大家好,我們是民視明日收視新聞台 今天我們收到憲民的通知 一年一度的大觀碑即將舉行 今年的主題是吉良山脈旅遊年 我們今天來到北海恩吉關一山國家風景區的金山區 來介紹這座繁華熱鬧的山 大家好,我是漁港特派員 我要介紹的是水尾漁村 水尾漁村位於石頭山公園三角下 在出海口設置有圓潭溪景觀橋 到了夜晚可以上橋欣賞月光照音在海面上的風景 因此有了金山八景之一水尾漢月的美名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特派員小欣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石頭山公園 還有原名叫金山中正公園 那它位於新北市北楠岸縣的金山甲 那旁邊有一個金山遊客中心 那它很多騎單車的朋友路過都會在這邊休息 又稱為鐵馬驛站 那上面沿路上去會有發現很多碉堡 那以前就是軍事基地的地方 那主台蒜羽是高於60公尺 因為形狀像夫妻所以就稱為夫妻石 那其實實際上就是因為板塊運動的關係 那夫妻石這個故事就是說 一個女生她為了思念丈夫而跑去 為了思念丈夫都還沒回來 所以就跑去石頭上在那邊等她 結果最後面哭泣 哭到最後面變成一塊岩石 等最後面 等最後面懶得回去的時候 找不到她的老婆 所以也在旁邊 發現老婆變成岩石之後 也跑去她老婆旁邊哭 所以最後面也變成一顆石頭 所以這就是夫妻石的原由 我的經典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老街特別 今天為大家介紹 金森老街的歷史信仰 以及金山老街 好吃好玩的地方 現在跟著我走 金鮑里這個名字 是由番語 金鮑里 翻譯而來的 然後直到民國九年 他才改為金山 然後金鮑里老街上 養間比較有房的廟 以前是 既是媽祖的持戶公 另一間是 擁有百年歷史 既是開張聖王的廣安公 然後他見證了這裡 居民的 開拓歷史 然後 金鮑里老街上 還有保留很多 銅碗的商店 以及好吃的東西 然後 在金山有三寶 第一寶是 番薯 第二寶是 綠桃 第三寶是 角白鎖 然後 這裡很有名的 也有鴨肉 然後我們來 訪問一下這裡的 遊客 看他們對這裡有什麼看法 你覺得 金山老街 這裡有什麼 你覺得哪裡好玩 哪裡好玩 這裡 沒時間哪 我從 這邊 吃到那邊 那你吃了什麼 綠圓 冰瓜球 還有 加龍 200在地最著名的 伴手禮 有啊 這個 這個 阿玉毛 按薩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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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